继美国之后 俄罗斯也立刻宣布 暂不履行中短程导弹条约 俄罗斯总统普京 虽然声称不想卷入新的军备竞赛 但俄罗斯将开发 新式陆基中短程导弹 和高音速超导弹系统 这无疑将对同俄罗斯拥有 陆路边界线的周边邻国 尤其是中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下面我们就连线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话 白话你好 你好 你好 这个1987年签署 这个中短程导弹 也叫中导条约 如果被全部废除的话 那么俄美两国都可以 不受约束开发和部署 新式的陆基中短程导弹系统 那么俄罗斯与中国 拥有漫长的陆路边界 这对中国将意味着什么呢 白话 对 肯定就是 俄美不受约束之后 开发中短程导弹系统之后 肯定对中国构成最大的威胁 那么现在很多中国媒体 都把焦点集中在美国 退出中短程导弹条约之后 美国的一些反应 但实际很多分析人士认为 主要危险其实还是来自俄罗斯 因为什么呢 美国从中国没有直接的边界线 那么俄罗斯通中国有直接的边界线 就是说美国不可能在 离中国很近的地方 部署陆基的中短程导弹 但是俄罗斯它却有这个条件 那么在美国宣布 暂时不履行中短程导弹条约之后 那么普京他在星期六表示 他的意思是说 普京说暂时俄罗斯会按兵不动 他会看美国的下一步的行动 普京说如果要是美国在 如果在欧洲 甚至在亚太地区部署 中短程导弹的话 那么俄罗斯也会做出反应 那么今天和昨天 很多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 他们解读普京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 中短程导弹的话 那么俄罗斯会以对美国 进行反应为理由 也在亚洲地区部署 中短程导弹 但是俄罗斯的实际目的 这些中短程导弹 肯定是瞄准中国的 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昨天德国议会的几名 重量级的议员 他们呼吁就是说 可以引起俄美这场导弹危机的 叫9M729这种导弹 就是俄罗斯开发这种导弹 部署在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 实际就是部署在亚洲地区 这样就不会对欧洲构成威胁 那么俄罗斯官方对德国议会 这些议员的呼吁 暂时还没有正式的回应 但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 俄罗斯的各种媒体 其中包括很多官方媒体 大量转载报道德国议员的呼吁 所以说以后也不排除局势发展 俄罗斯通美国 俄罗斯通欧洲达成某种默契的可能 就是说未来俄罗斯的开发 新式的中短程导弹 会都部署在亚洲地区 那可以说就是直接对中国构成威胁 那么如果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可以说就是中俄关系会增添新的变数 也会对中俄关系 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 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去拨 那么美国指责俄罗斯 开发一种名叫9M729的陆基巡航导弹 说它违反了中短程导弹条约 这也成为美国宣布暂不履行 中短程导弹条约的一个导火索 那么俄罗斯开发的这款导弹 是不是也直接威胁中国 俄罗斯又为什么要想研发这种导弹呢 其实俄罗斯一直认为就是说 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呢 对现在形势改变了 对这个俄罗斯和美国都不公平 那么特别是中国这个中程导弹呢 数量非常非常多 直接威胁到俄罗斯 所以说俄罗斯一直想采取办法呢 进行这个回应 那么开发这种叫9M729这种导弹呢 也是就是俄罗斯这种回应的一个步骤 特别值得一提就是 这种导弹呢 它可以直接就是在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伊斯康德尔导弹这个发射架上这个发射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俄罗斯现在几乎在这个中俄边界 这个各个州呢 包括这个碧海边疆区 哈巴罗斯克边疆区 还有这个阿姆尔州 这个犹太自治区的这几个地方 俄罗斯都部署了这个伊斯康德尔 这个战术导弹 那么换句话说呢 俄罗斯可以通过这个伊斯康德尔 这个战术导弹呢 这个发射系统呢 来发射这个叫9M729这种导弹 那么俄罗斯当然他否认就是说 他没有违反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 他说这种9M729导弹的射程呢 只有这个480公里 不超过这个500公里 但是许多媒体演出这个西方 其末部门的这个资料认为 就是说这种导弹射程呢 可以达到这个2500到2800公里 射程非常非常远 如果按照这个理论来推断的话 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在这个 中国边境地区部署 这个伊斯康德尔导弹 用这个发射系统来发射 这种9M729这种导弹 其实可以打到北京的话 完全不在话下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 除了在中国边境部署之外呢 俄罗斯去年在吉尔基斯 举行这个军事演习呢 他也把这个伊斯康德尔 这个导弹发射系统呢 临时运到这个吉尔基斯 离这个新疆不远的地方呢 进行这个发射 就是天上另一侧 另外呢今天呢 这个俄罗斯外长 拉夫洛夫呢 他访问这个吉尔基斯 为这个普京呢 3月份访问吉尔基斯斯坦 做这个准备 那么非常有一种可能 就是说两个官方现在都透露 很可能呢 俄罗斯在吉尔基斯斯坦的南部呢 可能要设立一个新的这个军事基地 那么我们都知道 现在俄罗斯在吉尔基斯的北部呢 在这个首都比斯凯克附近 有一个军事基地 如果在南部呢 也就是离新疆不远 在天上另一侧 如果要是俄罗斯开设 新的一个军事基地 甚至把这个伊斯康德尔导弹 如果长期部署到 这个新的军事基地的话 那么除了这个中国东北地区之外呢 中国西北地区也可能直接面临 这个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威胁 好的 我们感谢白话 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 虽然 こ 实际上